為什麼每次來M的時候都減不到肥 還好像重了一樣 我有步食傾向已經很多年了 很想好起來 不知道有什麼飲食方法可以幫到我呢? 我的便便是綠色又很油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呢? 吃魚和吃雞 其實我應不應該吃皮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貪美又餵食的健身小老闆Suy 顧名思義 我就是很貪美又很餵食 所以我就找一些方法 令我可以保持享受美食之餘 又可以快樂人生 就是做健身和健康飲食 歡迎大家回來我的 Keep Fit 減肥 Q&A 今集抽取了三位讀者的問題 跟大家分享他們的個案 剛才也聽到 他們的問題也很值得大家一起參考和學習 事不宜遲 我們繼續聽下去吧 首先第一位讀者 他就填了一個名字 他叫Jujo 27歲 153cm 現在是74kg 他想減到34%的體肢 零運動習慣 用新疼的方法減肥 目標減到55kg 他問為何每次一來M 體重就會上升 血糖就跌到0.4% 但是一直下不到磅 泥M的時候應該怎麼辦 問得非常好 我相信這也是每一位女性每一個月都會經歷的事情 生活的問題 其實泥M重了很正常 這也是跟我們女性荷蒙有關 事關就是因為在驚奇的期間 我們女性可以蒙受到影響 痴激素會下降 黃體酮就會升到高峰 在這個時候 身體有一個流納激素也會上升 顧名思義 就是會令身體的納質 即是鹽的納質 減少離開身體 根據這個滲透作用 因為納質多了 等於你吃了咸東西 身體就會很容易水腫 所以往往我們在泥M期間都會水腫 所以其實就不需要很擔心 因為那一兩kg 視乎你的基數 那些人很瘦 可能重一兩磅 可能本身重一點的人就重一兩kg 那些主要都是水份 過了生理期就會離開 而且再哄一下大家開心 一泥M之後 其實那是減肥黃金期 如果我們把握得到的話 在那段時間 都是很容易去再進一步 幫我們減肥 回到水腫的問題 其實也有實質的數據 是可以顯示得到的 我們的教練都會經常為 學生定期去檢查他們的 體脂分析報告 其中有一項 不知道大家懂不懂看 我稍後會開給大家看 就是量度身體的水份比例 有分細胞外液和細胞內液 要多說一點 原來 拿個水瓶 細胞外液 就好像水在細胞外面 還未被用到的 細胞內液 就是入到肌肉 是細胞真的喝了水 往往我們發覺 那個比例 在例如M期間 那些女生 至不然 細胞外液的比例 一定會高了 那一個情況 就是在反映當時水腫 但往往一例如M 那個比例就會落回 話雖如此 在這段時間 我們應該怎樣做 水腫就是因為身體多了納質 所以記得要 緊緊要喝水 要喝足夠的水 因為不要以為飲水會水腫 相反 飲水是幫助我們排毒 將身體的毒素 鹽分 隨著水分帶出來 當細胞內的鹽分 少了的時候 滲透作用就會令到 它無需水分滯留 就可以減去水腫了 記得 在這段時間 最好不要喝冬水 喝暖水就會對身體更加好 其次就是 記得避免重口味的食物 無論你是否新同飲食的人 盡量少些重口味 調味料不要太重手 加工食品 一向都不鼓勵大家吃 即是香腸 火腿一向都不建議大家吃 最後就是有足夠的休息 這段時間 不建議大家給自己太大壓力 當然 好像我做開健身 我一定會繼續做健身 飲食上 我也會繼續新同飲食 但儘量不要太大壓力 即是太刺激的運動 倒轉 那些當然不做 跳跳扎扎的 都不做 或者你覺得做健身很大壓力 也不需要做得好 另外 飲食上 我會保持新同 吃原形食物 天然的食物 但不要斷食得太厲害 因為對某些人來說 忍著不吃東西斷食 對身體也是一個壓力 放輕鬆 多點休息 足夠的上臉 很快就到了你的減肥黃金期 第二位讀者 叫Kathy 43歲 160cm 51kg 體肢 現在是21.9% 每個星期都做4-5次 健身或大氧運動 原來Kathy在2018年新同過 當時減到很健康 44.6kg 13%體肢 哇 運動完 這樣 之後正常飲食 4年後 就回到51kg 和21.9%的體肢 目標就是減到46kg Kathy 你好 首先 看你現在的體重體 體肢 其實所有東西都很健康 當然 人是想爭益求爭 我們是可以做到的 不過 都覺得你很厲害 這個年齡 這個體重都很好 而且 真的值得 你是值得 這個成績 因為一星期四五次健身 又做Cardio 又控制飲食 都是 一定是 好像我這樣 貪美的美女 雖然我沒見過你 好 你問了三個問題 Kathy問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Kathy剛剛才新同 剛剛那個月 做回新同10天 第二天就入肚 因為曾經四年前新過肚 所以 第一天怎樣新肚 我經常說 破了不怕 之後越來越厲害 入肚就很快 很快就入肚 血痛現在保持是0.7-1.5mmol 血糖也是4.1 這個數字都很好 因為營養性新肚是0.5-3 血糖4-5 也是完美 現在有168 吃晚餐 就不吃早餐 吃夠TDEE的 你說而已 我不知道 因為TDEE 肌未必準 先說一聲 你認為吃夠TDEE 先說一聲 然後很乖 75% 25% 5% 脂肪 蛋白質 碳水發熱物 很乖做足 也沒有任何生肚不舒服 相信是因為 以前生過肚 又做健身 身層代謝良好 剛剛離了M 身體不久 身體不久 身體脂肪已經跌了很多 23.4% 跌到21.9% 減了1.5% Kathy 第一個問題是 為何沒有下10天 沒有下榜 但感覺到自己瘦了很多 乾身了 關不關你M事 關 剛好上一位讀者 問的問題解答了你 你M一定是水腫的 但是你的身體脂肪跌了那麼多 我擺明是你已經瘦了那麼正 過了這個period之後 應該就會明顯 體重會跌倒 第二個問題 Kathy說 不想Omic 因為有暴食症 已經十年了 多謝你和我分享 因為不是人人都膽 分享暴食症的問題 但是肯去分享 是非常之好的 Kathy就說 如何可以保持身心靈健康 亦可以繼續減KG 首先關於暴食症的問題 我覺得很值得再和大家探討很多 辛痕飲食是可以幫助的 因為我們有良好的脂肪和食物 建立一個好的關係 做一些應該有的快樂荷爾蒙 是可以幫助到這個情況 詳盡一點關於暴食症的事情 我也很想再特地為大家拍一段影片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 想像中的多 暴食症的人 你們是不孤單 但不是每個人都膽敢說出來 都會躲起來 不敢讓人知道 覺得是另一個自己 或者是暗黑面 會躲起來 平時就做自己 甚至可能身邊的朋友 親近的人 媽媽 爸爸都會不知道 但其實是需要人幫忙的 因為需要證視這個問題 其實剛剛出了一本書 也有一個篇幅 是講報食症 心理層面會講到 其實是跟熱性菌有關 又或者是跟長度的細菌 壓力等有關 但另一個層面 心理層面 更大的問題 就是可以說是一個心理的毛病 但大家不用怕 是真的很多人都會有這個問題 只不過是程度高與低 也會鼓勵大家看回這本書 因為這本書裡有很多實用工具 是特意給大家 是講到如何跟食物 建立一個良好的關係 一個正念就是 譬如要聆聽自己的身體 如何細穿食物 另外就是如何有一個好的價值觀 裡面有些實用工具 讓你放一些筆記 去幫助大家一步一步走出這個陰影 如果大家錯過了第一次網上訂購買書 記得留意今年7月尾書展 之後各大書局都可以買 這本書真的會幫到大家 不講過這麼多廣告 記得買 另外我也很想再拍一段影片 講多些暴食症 是很深入地講的 希望大家也留意 這裡其實是問 不想Omect 怕引發暴食症 絕對沒有問題 從來都沒有人說 生肚和減肥一定要Omect 是兩件事 你現在已經很健康 現在已經做得很好 所以你最重要是 舒服、開心、持之以恆 就行了 168已經很厲害 你又說 不咳咳路利 吃足TDEE 保持身心靈滿足 可否減綁去46kg 其實這個問題不要介意 本身問題有問題 應該是你誤會了 因為吃足TDEE 是不會減磅的 這是科學鐵、綠鐵一般 但你的意思應該是 吃得很滿足 或者沒有吃少了 可否減磅 這樣就可以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TDEE 是講你每一天的基礎代謝 加你每一天的消耗 可能你以前有1500 但你又做運動 再加上你新同飲食 新程度就好了 可能你的TDEE是去到1800 而你新同飲食 你吃得很滿足 可能其實你吃1600 已經覺得很飽了 那你有200卡路里的熱量尺碟 是一定減重的 這是不能假的 只不過你說 不是呀 計數呀 吃粥呀 那些你計錯 沒有人計得準的 那些網上計數機 都是參考的 是不是 所以我不是鼓勵大家 要很辛苦地去計 我教過大家怎麼計 但是其實 我更加建議大家 重視你的食物質素 重視你的生活習慣 去和剛才處理暴食症的問題一樣 好好聆聽自己的身體 就是細著每一口食物 其實你是OK的 你一個健康的人 你會知道 飽你會懂得飽 我會懂得飽的 人的康蒙是這麼神奇 你聽聽自己需要些什麼 你真的需要吃的時候 先吃東西 吃些好東西 你會發覺你吃些好東西 個人是很開心的 吃完垃圾食物的時候 你吃完都不開心 但又不知道為什麼 想繼續吃 只要你和食物 建立一個好的關係 其實是絕對可以 很滿足之餘 醫好捕食症 同時都可以減重 但是是否一定可以減到46kg 我不敢保證 因為你現在的體重 其實是會偏輕的 以你的身高來說 但如果你真的很厚 對自己做Mercadio 是可以再下榜的 好了第三個問題 也是Kathy的 每天都有大便 沒有便秘的量都OK 但很綠很油 和黏住廁所 但又不臭的 是否有什麼問題 如何改善 很綠的話 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就是 吃了很多綠色的食物 例如螺旋棗 或者很多菜 都可以修理出來 第二個原因 可能是因為 膽質沒有充分 分解到 修理出來 這個機會都很大 因為你說 便便都比較油 比較黏 我估計是因為 新童都吃高比例的脂肪 其實入肚之後 不用吃夠75% 很乖 但我建議你 只要確保自己 入肚狀態 其實你慢慢減少脂肪的攝取量 才可以逼到自己身體 不是用外脂作為能源 你最想用什麼 用自己身體的肚腩 裡面的脂肪 在吃自己的內脂 所以你也是足夠的 那75%裡面 可能有5-10%是你裡面 那你就可以消脂 你可以吃少一點 油變的問題 是會慢慢解決的 希望會有好轉 另外你可以補充激生菌 令到腸道更健康 以及去攝取這個 我放一條連結下面 iHerb的Bioshox 膽炎 也有助我們 可以幫助我們 有更多的M-Sci 去分解脂肪 第三位問問題的 讀者叫阿蓮 52歲 155cm 17kg 未是生肚腩的 想減2kg 我猜他應該是想 開始生肚 所以他就問我 生肚的時候 吃魚、雞、羊、牛 動物脂肪 要不要吃它們的脂肪 答案就是 可以吃 但也不一定要吃 因為其實 魚肉或雞腿 也會有漂亮脂肪 你喜歡就吃了 很有東西 有些人覺得好吃 很棒 你不喜歡是可以不吃的 魚的魚皮 通常我會喜歡吃三文魚 煎到皮脂肪肌 很棒 魚有豐富的Omega3 亦對於我們修復身體的嚴整 幫助我們減肥是很好 順帶一提 所以生肚的人 容光滿髮 皮膚會很漂亮 很有光澤 不會很乾 至於雞、羊、牛 有動物脂肪 雞皮 有豐富的飽和脂肪 有些人有錯誤的觀念 以為飽和脂肪是壞的 搞錯了 看我之前的影片 或者看我本書 絕對可以解答你 飽和脂肪絕對是中性 對於胰島素的刺激極低 所以你可以安心地吃 亦可以給予我們很多營養 只不過 現今社會的雞的雞皮 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是捉雞回來 但現今社會的那些 可能打了很多針 或者激素 牛也可能是 又加了一些藥 讓它快點長大 這些激素是不好的 所以雞皮 特別是雞翼尖 就不建議去吃 除非你買無激素的雞 所以大家真的 這些錢值得付 因為你對身體是好 看少醫生 買少護膚品 不用做肥皂 不做肥皂 記得買無激素的雞 草子的牛羊 就可以安心吃漂亮的脂肪 好 今集就解答了三位讀者的問題 大家如果有問題想問 在下面的Google Form問 就可以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給個Like 以及分享給你身邊 有需要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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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暫時 你可以 18 pointed